有不少人都感慨,很多大小型的食肆都是因为经济低迷而杂立 有很多自己打一盘开餐厅的网民就出铺分享行内的难处 奉劝大家千万不要进行 当然,亦都是有很多嗨客令到餐厅做不住 清衣一间茶餐厅 当时这个小伙子就说自己有点喉咙痛,但又很想吃西多 于是他忍不住,就叫了西多 然后他吩咐店员,不要抓得这么厉害 我想知道的菜是多少 我告诉你,厨房老师就是表露脆 compliance curved meses system 标准的一个现场 即是你说在台湾找到这东西也很难 ?". universally看到哪儿 上面的一个 Напр教堂 非常开心 她教的 promise siempre比你的 rod Dark 她不那么讲 她就 nhiều样子,你想怎样 看得出是迦 bleed 然後跟店員說,喉嚨痛啊,你是不是想過死啊? 炸得這麼脆,我以為你在稱讚我,你知道嗎? 如果我是廚房的話,你是不是想過死啊? 炸得這麼脆? 多謝! 為什麼要說? 喂,西多多脆啊? 西多,你想想那些油軟軟 蛋漿油太多,麵包又沒有隔夜 吸不到蛋漿油,怎麼這麼漂亮啊? 然後網民就吵到他開行 要炸成點才炸得沒那麼厲害啊? 要不要炸得到蛋半生熟啊? 有一個,我真是正氣蔭然,正給你好不好? 跟著,某人放牛油,放琵琶糕 裡面夾了抗生素 表面就淋著點鋁固醇 比下高尾濃成點 你這個喉嚨,真是吵唱歌 等你走,跟你走啊 打他吧 沒挑戰,還投訴打他 為甚麼? 對呀 你强盡的老闆,被揚到警告罵了 而且你喉嚨痛不關我 究竟了嗎? 有哪个做餐厅比海底搅拌的 你想想,哪里都没打,看哪里都累了 他一直都是服务胜于食物 因为很多人去光顾免费美甲 还做手的狐狸、拆鞋 不是那些伙计拆鞋 真的有人拆鞋 杜先生你今天很英俊 不是呀,拆鞋 杜先生这边有没有这么英俊的人 挺好笑的见工 我们请拆鞋的 我的拆鞋穿得了 哇,四眼躲坡 你的头发衬到你的面型 扑街拆鞋呀 真是拆鞋呀 我们有拆鞋服务 我去呀 真的呀 上海一名食客Ada就向传媒表示 现在去海底捞吃饭 不就是为牛车的美甲 这个真的呀 你看看 十二点做到十点 任齐 现在更加劲 进化到怎么样呢 新增设计 叫做免费 起头 去海底捞是一天行程的 哈哈哈哈哈哈 欢迎参加我们文建联的 深圳三日游 有一天是在海底捞的 哈哈哈哈 我想问有没有流宿 是不是有房的了 包WiFi 还有Sonna房 Sonna房里面的汤底 都是我们的汤底 浸温泉是浸回刚才的皮蛋 哈哈哈哈 不用这么急 吃完汤底 我们的汤底 倒入温泉 哈哈哈哈 我在对面做火鍋 是死的 哈哈哈哈 那你们有什么 我们只有边爐 哈哈哈哈 你介意吗 哈哈哈哈 西多士有没有 没有啊 哈哈哈哈 你又是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